Hello 大家好,我是Jerry 今天會做士椒排骨炒河和涼瓜排骨 我經常在香港茶餐廳吃飯 除了洋蔥豬扒飯、粟米斑塊 還是乾炒鵝、星洲炒米等等 還有一件事我們最常見 就是士椒排骨炒河或者士椒排骨飯 涼瓜排骨飯等等 好了,那現在排骨昨晚已經做好了 那現在先看看排骨是怎樣做 好了,那我阿明做這個茶餐廳的士椒排骨 那我就肯定用這個急凍排骨 那第一步處理的方法 就跟上次這個洋蔥豬排一樣的 首先,我就要將這些豬肉解凍先 那我這裡首先要沖沖水 先將表面的雜汁沖走 好了,我簡單沖了一下 現在開水,開水浸了排骨先 讓它解凍先 另外,我都會加些鹽 進去 焗一些血水出來 那我為什麼要晚上做呢? 因為我要排骨入味 所以一間炒香完排骨之後 我就會把它放進雪櫃裡面 隔一班東西 那第二天,排骨就會入味 如果你用紳絲排骨的話 你就可以 skip了這一部分 好了,那現在的急凍排骨都浸了淡鹽水了 那我就清一清它 那現在呢,就有些排骨 這樣一直沖水 那沖水就不用很久了 基本上你看到那些水 一清了之後,就沒有什麼血水 就可以了 那現在排骨就放在一邊 清乾水 那現在呢,我就準備一些蔥 蒜和薑 排骨,我就會放一些蔥粉上去的 那這裡我就會放一茶匙的蔥粉 那這裡我就會放一茶匙的蔥粉 先洗一下它 那些排骨,有些蔥粉在上面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好了,現在就放些油 要放很多油 大概這樣就好了 半煎炸油炸這樣 半煎炸形式去做 做到它有一點啡啡的 那現在就可以了 那現在主要炸一下它 是鎖一下它的肉汁的水分 OK,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就把這些排骨拿出來 那現在就準備做這個醬汁了 那主要就是薑蔥蒜 花雕酒 磨士醬 還有這個蠔油 那現在加些油 先加些薑蔥蒜 先加些薑蔥蒜 那香味一出 我這裡就要加些薑蔥 我這裡加三茶匙 好了,那現在就把這些醬汁炒香 我這裡加多一點雞粉 醬汁炒香之後 把排骨蛋放進去 一茶匙左右 多一點的蠔油 一茶匙的糖 另外我都會加多半茶匙的胡椒粉 那現在炒香了之後 就要加些滾水下去了 剛剛蓋著排骨一點就可以了 半湯匙的老抽 調一下顏色 現在調小火 蓋上蓋子 炆它 炆它 20分鐘多一點就可以了 因為明天會再煮的 另外煮的時候 大家記得要加少許花雕酒 我剛才忘記了 我現在要加少許花雕酒 好了,那25分鐘之後 這個萬鈴排骨就做好了 炆好了 最後我把醬汁倒進去 這個就是茶匙的萬鈴排骨 攤凍它 攤凍它之後 放冰箱 第二天就可以用了 那些排骨 就昨晚做完之後 就放在冰箱那裡 都已經浸了有一萬鈴 相信已經是非常入味 就好像我上一個影片 做這個咖喱牛腩 你要一些肉入味 最好就是提前 將這些食材 做好先的 少許排骨炒可粉 材料很簡單 包括排骨 可粉 燈籠椒 紅辣椒 少許蔥 一粒蒜頭 豆豉 還有洋蔥 豆豉 我隨便壓一壓 壓半碎半爛 就可以了 蒜蓉 不要拍 會拍斷 要壓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些材料大致上是這麼多了 我最主要是用蠔油和醬油的鹽去調味 賣慶的時候會用生粉水 我家昨晚剩下的湯 我就拿這個鋼鋼湯就算了 好了 那現在第一步就是燒熱鑊 然後加些油 放一朗 你喜歡用筷子炒嗎 用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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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 讓河粉辣香 輕輕地 攪拌 鍋裡 你現在lk放了油之後 要馬上去炒 如果不是的話 就很容易粘弄 將材料炒 放一些洋葱 炒後可以多加一點點 還有豆豉 放一些底味的青椒 把排骨放進去 再用盛鍋 炒香 香味一出後可以加入湯 少許蠔油調味 我也會加一些白胡椒 我喜歡白胡椒 太煲了 這樣 現在就埋芡了 慢慢倒入生粉水 這樣豉椒排骨炒河就做好了 淋多一點豉汁 這樣就完美了 豉椒排骨炒河粉完成 茶餐廳因為要追求的速度 所以排骨一定是提前做好 這些就差不多叫做萬能排骨 反正有什麼菜需要排骨 直接扔下去炒一炒就可以上碟 簡單好吃 好不客氣 吃一口 做完這個豉椒排骨炒河 現在就做這個涼瓜排骨 先切腐瓜 這些囊 這些先刷走 不然的話,腐瓜煮出來就會好 放一些鹽,拿一下腐瓜 大概2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好了,現在腐瓜就醃了一陣了 這樣就要大力按一下 我會大力按一下去擠曬 裡面的水出來 這樣做出來的腐瓜就沒有太苦了 好了,現在我就做這個涼瓜排骨炒 好看 在這裡放一點鹽蒜 就不會太多 放一點底味的涼瓜 另外加一些蒜蓉 豆豉下去炒香 如果要辣的話,自己就加一盤辣椒仔 好,那些香氣出來之後 把排骨放進去 顏色,自己就用這個老抽去調 要加深色一點,就加深色一點 那裡也加一點酒 剛才那個豉椒炒麵 一刻就忘了放酒 有時候在拍攝 顧到冬,顧不到西 忘了 以前拍攝在很多角度 慢慢拍,結果那些菜 要麼煮焦了,要麼煮壞了 就變了重新拍 好了,接著就把高湯加進去 等它滾了之後,就關小火 炆一炆的涼瓜,一下就可以了 排骨日 好了,應該差不多了 現在試一下味道 看看味道是否適合 我經常煮的,當然會試一下味道 嗯,OK 涼瓜排骨基本上就OK了 如果顏色不一樣,你想深一點 就加一點老抽 調一下顏色,不放太多 關小火,將生粉水 調味蠔油和豉油為主 因為我用的高湯已經有味 所以我不放太多 加一點油 加一點油 少許就可以了 這樣會更漂亮 涼瓜排骨就做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涼瓜排骨飯,完成 做涼瓜排骨 今天做涼瓜排骨和豉椒排骨炒殼 是否超級簡單呢 這些排骨,平時可以自己家製定一些 放在急凍那裏 要吃的時候,就拿出來加熱它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讚 如果你說涼瓜排骨不喜歡加飯 你就可以加炒河粉 好像我做涼瓜排骨 或者可以改炒米粉 也沒所謂的 下期見,我先吃飯 記得點個讚給我 下期見